你去过澳门吗?你今后有可能去澳门吗? 大家都知道啊,我是一个专讲澳门往事,专讲澳门故事的这么一个程度了 就是在我没去澳门之前啊,我一辈子都不会想到有天我会去澳门 那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说,你当时为什么去到澳门? 你怎么去到澳门?就是说,你去澳门的动机是什么? 或者说,你今后,如果说你现在没有去过澳门,你今后有没有机会或者有没有可能性会去哪? 或者说,如果说你是一个女性朋友,你老公今后会不会成为一个赌徒 今后咱们聊了啊,就是说,咱们就是说,一个人怎么的好员的,好呆呆的 他就,本来就是有正经工作啊,有家庭,一切都很稳定 为什么突然就跟犯了神经病似的,就跑澳门玩牌去了,就赌博去了 最后就成赌徒了,咱们聊聊这个,他有什么样的契机会让一个人决定去澳门 我就说我自己吧,我其实小的时候生活还挺不容易的 其实我们这代人,大多数人小的时候生活都不行 那会儿就是苦热的出来,那会儿整个就是国内条件,你就整体就不行 我呢,第一份职业呢,是送快递的,那会儿我还不到18岁呢 按理说,那会儿我们老板都算雇佣同工了,那会儿 我那会儿送快递还不像现在时的快递也这么发的啊 我那会儿纯粹就是取件送件都是我一个人,就类似于现在的闪送一样 但是那会儿呢,我没有摩托车,或者也没有电动车,那会儿就纯套骑车 那会儿我一天骑了40公里,就送那额钱 那会儿我那公司叫红健快递公司 当时我问老板,我就说一个月可以给我发多少钱公司 那个时候是2000年,就是2000年初,就是二月份那会儿 2002月份,刚过完春节,老板说一个月400,时速自理 那会儿呢,我刚出社会嘛,我连什么叫时速自理都不知道 我还问了一句老板,什么叫时速自理 老板说,就是吃饭,住宿,自个儿减据,解决 400块钱一个月啊,2000年,那会儿是2000年,2000年整 啊,400 那会儿我也没想那么多,因为我是北京孩子嘛 对吧,我住肯定有地儿住 然后那个吃饭呢,就是回家吃父母做到现成的嘛 也没考虑,爱自理,自理不自理,反正有钱挣就行 干了没有一礼拜,我就坚持不住了,实在太累了 然后我就去做个保安,其实保安也挺辛苦的 那会儿我们是四班两星转 白一班上一个12小时的,早8点到晚8点 然后第二天上一个夜班啊,就是晚8点到早8点 然后第三天跟第四天休息 我相信有些在写字头里,自我保安呢 对这种四班两星转 然后挺,挺,挺什么 挺,挺,挺熟悉的 那个时候到手一个月才多少钱 760块钱,我清楚记得 那会儿我当保安一个月760块钱 那我也挺知足的吧 因为那会儿刚出社会嘛 觉得只要能挣点钱就比没有强 然后就是这样 然后 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啊 到了03年04年那会儿 那会儿还讲着上网吧呢嘛 就是好多那会儿同龄人那会儿去网吧玩一个游戏 叫红色警报 然后也要上网吧那会儿干什么的都有 有那个各种骂人的 我记得叫酒疗啊 专门骂人的,有玩游戏的 有在QQ上交友的啊 那会儿我漫无目的的 那会儿我是漫无目的的去啊 跟一个朋友玩一个叫什么CS的游戏 相信大家都明白 都玩我好多人都知道 然后那会儿跳出来一个框啊 就是义去网 容易的义有去的去啊 然后我就点开了 就看那个网上卖的东西挺便宜的 嗯 当时我记着我看中了一款天梭牌的手表啊 想买一块手表 男孩子嘛 呃 假的啊 那上头卖那块表是假的 别看天梭不是什么大牌子 但是也是假的 最后那会儿义去 它是一个拍卖网啊 就是在网络拍卖嘛 谁出钱嘴巴就卖这谁 后来那会儿我买过一块 两百四十块钱 买完了之后带在手上 哎挺棒的 真的那表垫着也挺沉的 然后做工也挺精细的 带到班上给同事一看 然后那个同事都说这个不错啊 挺好的 多少钱买的 我跟他们说两千多啊 是真的 虚用心嘛 谁都有 但是自打那次之后呢 我就觉得我能不能在这个网上卖点东西 啊 然后 嗯 后来我就开始啊 那会儿没找什么货源 那会儿我把我家里的一套学习英语的那套 VCD光盘 挂网上卖了 那会儿我连数码相机都没有啊 就是文字啊 迪士尼动画英语 少儿英语教学软件一套啊 一共十一张盘啊 怎么着 传入文字描述 然后后来还真卖出去了啊 一个大哥给我打电话 说你那个 我拍下你拿光盘子啊 然后那个 我说行 那大哥跟我说 我在新加坡啊 我是给我国内的女儿买的 我接的还是国际长途 我说那行 那你给我汇款吧 那会儿汇款不像现在的 微信转账 支付宝本 转账 那会儿都是去那个邮局啊 邮局有一张 汇票 什么一玩意儿啊 拿那个邮局 邮政管账啊 到时候转过钱来 给我这么一单子 我拿着单子签字上邮局去取钱去 唉 不容易啊 也算是成交了一笔 然后有一天我去逛小摊啊 就是逛逛逛那个市场啊 然后看见卖手表了 然后那手表摊上有一个 和我之前在异曲房板上的一模一样的 那么一个表啊 然后 我问他多少钱 他说160块钱 我说我这手表200多块钱买的 我要从他这160买 我拿到一去网上去卖 卖200多块钱还能挣一点 然后我就说 我 借你这个表啊 拍个照片 然后那个 去那什么 去去卖 后来就这样 一来二去的呢 哎 就开始做起手表生意了 然后慢慢的呢 我就找到厂商啊 就是广东那边专做这种假的 老律师啊 欧米加 江南顿什么那种牌子啊 然后就开始卖 慢慢的把这表都卖到外国去了 那会儿开始挣美金 挣欧元 挣银吧 然后就到了2002年 我就开始约入国王了 21年前约入国王 2002年 那个时候我刚二十几岁 二十出头 二十一二岁 就约入国王了 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一时无两了 这个出门必须打车啊 然后什么的 就各种高消费 然后就开始 后来那会儿也认识我老婆 后来那会儿我们俩结婚 然后就一切都很顺利 然后等我们俩结完婚之后 这个生意开始不好做了 就是出现了这个打击 侵犯制度产权 因为我卖的是假货嘛 不是真品 然后就开始出现了这个打击 制度产权 然后我就卖不成了 我那个手表啊 什么的就开始 都那个被外国海关给扣了 后来让我损失挺惨重的 然后后来我就寻找其他的生意吧 最终决定做烟斗生意 我记着我那会儿 也没有什么找什么太好的货源 在北京官员市场 找着一个卖烟斗的 决定从他那拿货 然后在网上卖 然后我记着我第一单生意 我在丰台这边住 我第一单生意那个买家在香山 北京的香山那边 当时呢 他就跟我说得让我送货过去 太远了 真的太远了 但是呢 为了做成这单生意 我还去了 我坐了三个多少的车 公车 然后才到他那儿 然后 到他那儿以后 把东西交给他 然后坐车回来 后来回来之后 我老婆问我 这就是跑这一天挣多少钱 我说挣了六个钱 我自己都觉得可笑 跑那么老远 去一次三小时 回来的时候 三小时挣六个钱 但是呢 那一段日子我也算熬过来了 后来烟斗生意呢 又进入这个 进入一个 算是进入正轨吧 开始最起码靠这个能维持正常生活 正常开支 然后 我就有小孩了嘛 有女儿了 然后那会儿 到08年前后吧 那个出现了一个三聚清安问题 就是奶粉的三聚清安问题 那会儿 咱们很多内地的宝爸宝妈们都 跑到香港买奶粉去 当然也有人从国外代购 但是那会儿代购可能还没像今天这么普遍盛行 那会儿主要途径就是去香港 然后那会儿为了让我女儿能吃着放心的奶粉 我也去香港 那会儿我说报到港游 然后就去了 去了之后 既然港澳游嘛 除了去香港 给孩子买奶粉 肯定也去了澳门嘛 然后去了澳门 就是 难免 当然这就是一个旅游项目 就是去里头赌场去玩嘛 然后就开始接触上 其实挺意外的 就是 怎么说呢 可能没有三句清安 我一辈子都不会去澳门 但是 我总觉得 就是说 咱怎么说呢 就是去澳门这么久啊 就是说 愿意把这些事通过像我这 录成短视频 跟大家讲出来的这个博主啊 万分之一都不到 就是一万个去澳门 玩 红蓝游戏的 去赌场里头玩的人 未必有一个原因像我这样似的做一个博主去讲这些事 人家都是不爱露面啊 有些时候比如说我在澳门说我想录个段子跟那个大哥说咱一块在澳门录个段子 人家五十点不愿意录啊 人家说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在澳门的 就是很多大哥都很低点 而且这些大哥的身家都挺高的啊 最少最少都上千万 就是在澳门说有几千万身家几个亿身家的这种老板呀 很多很多真正愿意说站出来讲的很少很少啊 但是呢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今天咱们聊的这个原点就是他们 在去澳门之前也没想过自己会去澳门 然后我就梳理了一下就是说促成一个男人去澳门的这个原因或者说契机是什么呢 我觉得有两点啊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一个男人 他事业成功了啊 就是以前成绩一般 后来通过打拼通过努力 做出了一些在事业上做出了一些成绩 然后这个到了一个 自认为很满足 自认为为我独尊的这么一个阶段 然后想去 寻找一个更高的一个挑战的时候 说白了就有点强了 当然这个钱呢有的人是通过事业去挣到的 有的是拆迁户 加了一下拆迁了 分了几百万几千万啊 很多这样的 然后 就寻找一个更高阶段的事 寻找一个更多交接的刺激也好 还是说好想给自己寻找一个更高阶段的征服的目标也好 去了 然后一发布我收拾 最后我之前说过澳门留给大家的路就两条一条是死路 一条是跑路 有好多都是 最后就是人就没有了消失了 然后有的人现在在国外的东南亚能把堵戒了然后稳稳当当的再去找份工作的这都是少数 就是说那些身价几千万上亿的大哥呀 在澳门输光了之后就输的亲家荡产了 血本无归了之后 愿意回头试案回到自己家乡回到内地 踏踏实实的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哪怕这个工作约就几千块钱 但是呢他愿意踏踏实实的去过这种稳定日子的 能回头的都算好的好多都没有回头路 都是最后就像我说的一个是死路一个是跑路啊 其实还有一个奇迹点就是其实我挺像这个 就是说在生意或者说在你的事业到一个平静期的时候不上不下 咱们努力也上不去了 然后呢一直在坚守着努力坚守吧还能维持到这个位置 哪天万一松了劲了就倒退了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挺有危机感的 然后呢想去寻找一个契机去 就是出去看看去转变一下 思路去去去去港澳去哪去出去走一走 散散心散散脑子啊这种啊 有一部分是这样的啊出去了 其实说了归籍搓了归堆呢就是哪种人会去呢 你如果说你是一直很穷 比如说你在国内就一个月就剩三四千或三不是几千块钱还着房租 就是房租还房贷然后跑去吃饭的生活费什么的就基本上生不下什么 这类人不会去 再一个就是很有钱的那种人 就是富二代富三代其实去的也少 什么人去的多呢 就是由穷到富 这辈子在自己这辈子期间原本挺穷 然后通过努力也好 通过家里的运气也好 就炒股啊炒币啊拆迁啊 或者说做生意啊什么的 就突然一下由穷到富了 这种人去抹个最多啊 因为穷的时候吃不上喝不上各种苦日子呀 对吧 然后那个这一下有钱了是吧 得体验一下对吧 尤其到资本主义啊 什么叫资本主义呢 资本主义就是谁有钱谁说都算 就是只要能挣钱 什么都可以啊 就是为什么咱们社会主义明明禁止的东西 比如说赌啊 比如像黄啊 为什么到那就可以合理合法 因为就是资本主义 这个东西只要能带来经济 只要能创造经济价值就可以搞 至于说你到这儿 你输的请家荡产 七里子上家破人亡那不管 只要开这资本主义 能给我们当地带来这个价值 那就行 然后就是这样啊 所以呢到了国外啊 或者说到了境外 这一下不受控制了 不受管制了 很多在国内被列为违法的东西啊 到了国外 这一下成合理合法了 经受不住诱惑就开始了 所以呢 其实这里头呢 我跟一些人分享一下 就是说如果说你身边的朋友也好 或者说你的老公也好 或者说哪怕是你的子女也好 他在一个时间点上 他的事业或者说他的财富 迅速的累积了 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这个时候很危险 这个就是说财富来得再快 太快 它是一个很危险的事 它就容易导致了 我要寻找点刺激 其实真的就是这样 真的就是这样 那些一直穷的 说这辈子一直穷的很稳定的 和这辈子一直富的很稳定的 到去那玩了到上 就是这辈子 有穷到富的 倒是去那了到 很多 都是一万多 曾经吃过大苦的人 从那时候活得很苦逼 那种人 然后现在有墙了 来了 其实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怎么说呢 还是我说那句话 我没去澳门之前 我一辈子都没想到 我这辈子就是有生之间 会去澳门那块地方 但是呢 可能是机缘巧合 也可能是命令的安排 后来就去了 所以呢 就是想跟大家说 如果说你的男朋友 你的老公 或者说你的身边的亲戚朋友 或者说您的孩子 那么我时间段 迅速的积累了财富 一定要把持住 不要无故欺负 好吧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拜拜